字幕提供 回到King Sir接觸的時間 這裡有出太King 我們繼續上次的恐龍系列 今次和下一次的恐龍 都會非常複雜 如果是由第一集一邊看 一邊接的話 就可能接得到 否則應該是幾難度幾高 今天這隻是三角龍 我們近一點看看 三角龍當然要有三隻角 全部都齊了 三角龍應該有的一個盾 頭上的盾和三隻角 全部都要齊了 否則不算是一個三角龍 很明顯 這個三角龍都幾漂亮 非常複雜 我們一張紙 首先 接這個對角線 對角線 好了 兩條對角線 打開之後再接一條 也是 每一次都會提一提 那如果做這個摺紙的時候 怎樣為之漂亮呢 就是每一條線 摺的時候都對準一點 還有對準了之後 就刮一刮它 令到摺線比較實一點 如果不然摺到後尾就很難 就會很厚 好了 摺完這個對角線 我們現在就做一個紙繞的形狀 這條線 觸碰到對角線的中間的線 好了 今次這個摺法要摺四次 就是前面摺兩次 後面摺兩次 好了 這個前面摺了兩根 就是一個紙繞的形狀 好了 打開它 後面也要摺兩次 因為這個比較複雜一些 所以這個預備線都很多 預備線就是真正進入摺紙的步驟之前 就已經要摺很多條線在這裡摺定 好了 接下來 這個角落頭 就對著中間 摺一下 就只是摺中間一下 就做一個抹位 接下來這個角落頭 再觸碰到剛才的抹位 都是 摺中間少少做一個抹位 然後上面那個角落 就觸碰到剛才最後的抹位 這次就摺完整條線了 摺緊它 好了 然後就做一樣很簡單的事 上面這條線觸碰到中間那條線 這個時候大家就按住中間那三角形 才對位 然後才摺緊它 因為這些時候很容易會走位 第二邊都一樣 其實我一直說的話 你就這樣聽的話 你不明白 你一定要看著畫面 一直跟著摺才會明白 好了 做了這樣的形狀 然後打開兩邊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三角形 從中間那裏對接 這樣的形狀 好了 然後 留意這樣的形狀 我們就把這個角落頭 觸碰到中間那條斜線那裏 有一條斜線 我們把這個角落頭觸到斜線那裏 當然 那條中間線是要對方的 這個已經有四張紙扔住了 所以比較厚一些 我們就把它刮緊一點 我們要摺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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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 然後把整個紙打開的時候 我們就很明顯看到中間有個四方形 在那裏 跟著上面這個角落 就觸碰到那個四方形的中心點的位 四方形的中心點的位 好 好 即是這條線 觸碰到這個四方形的中心點 我們現在整張紙對摺 整張紙對摺 好了 對 那個正方形我們還看到明顯在中間 我們就要這個正方形 就有些步驟要關它事 因為首先這個 我們就這樣摺下來 這樣摺下來 那怎樣拿一個標準 標準就是那條接線就是 小的正方形的頂角落頭 這樣摺下來 當然 旁邊的條線自己對摺 跟著那條線 那你就會有一個叫做水平線摺了 水平線摺了 下面摺下來 不用打開它 然後反轉它 反轉它類似這樣做 又是把下面這個角落 就摺上來 就觸碰中間的小正方形的角落 墊位 好了 好了 都是 旁邊的條線自己對回旁邊的條線 那就是一個對摺 好了 我們正式進入摺恐龍的階段 開始摺了 那些預備線就摺好了 首先這個我們見到一邊是小的三角形 這邊是大的三角形 大的三角形 我們先做 把它打開 然後對回中間線 這個步驟很常見 我們摺好一點它 好了 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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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紙 然後再對住 然後再摺 因為這些情況 有幾層的時候 很容易走位 好了 摺了這個正方形 然後調轉它 打開這個位 打開這個位 然後我們就 拉起這個 一樣 跟剛才那個步驟一樣 我們中間線 對回中間線 在這裡打開 中間的細正方形 那條線是對的 是對的 用回斜 兩邊斜線就可以了 但是這個位 我們就按到 去那個細正方形 那個位的中間線 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見到 細正方形 有個 有個打橫線 我們這個時候 就按個打橫線 按個打橫線 按個打橫線 對 跟住 就捏回 細正方形 那兩條斜線 好了 就做了一個 這樣的形狀 可能很複雜 可能看的話 就好像很複雜 但是 你摺的話 因為有對線的線 所以你不會覺得很複雜 不會覺得很難 去到這個位 我們有一條中間線 然後我們就有這條線 這條線 這條線 就剛才最後摺那個 打橫線 我們這樣做 然後我們摺多一條線 那個位置就是這個正方形的中間的角 我們就這樣摺過去 當然要對正頂的那條橫線 這樣 這個位置就是這個角落頭的中間 然後打開這個三角形的旗仔 我們把這個角落頭這樣摺下去 就對正剛才接的那條中間線了 大概就是這樣形狀 然後我們打開這個位置 然後跟剛才的步驟大同小異 打開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們就將它在中間打開 中間線對中間線 但是又是 去到這個環線的時候 我們就這樣做 然後就捏回那兩條斜線 按下去 現在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要做三角龍的頭部 所以多了很多這樣的步驟 比較麻煩一點 最後這個三角形 就是打開最簡單的那隻 打開一個正方形 中間線對中間線 這樣去到這個位置 可能已經有些人會跟不上 不過無所謂我們繼續做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中間的正方形 接去一邊 接著 這條斜線就接去中間 因為這個要做一個叫做升旗的動作 就是沉下去沉接 所以我們就要刮心這個痕 好了 刮心這個痕 好了 然後打開它 看著 我們就把這個位置打開 跟剛才的摺痕 就嵌進去 嵌進去 其實很大程度上就是 將摺痕相反了 我們就做到這個動作 可能有些初學摺痕的人會很怕做這個動作 這個摺法 但其實不用怕 你這個摺痕得夠實的話 其實這個摺法很容易做到 而且可以做得很整齊 跟著這邊我們做多一次 做多一次給大家看 如果我不用講解的話應該兩三個次可以摺到 但如果要加上講解就會耐一點 一樣我們做多一次給大家看 又是照剛才的摺痕 其實跟著它就很容易做得到 全部相反地嵌進去中間 很整齊地做了 好 表面那裡我們暫時先去到這裡 然後我們轉去底 跟著打開這個位置 這個步驟比較複雜一些 大家留心看著 我們要將中間這一塊 其實我們現在底中表面有三層 我們就中間那一層 中間那一層就這樣揭起 但這個中間這個頂這個位 我們要做一個 做一個類似摺紙殼的時候會做的基本形 將中間那一層這樣做 摺到這裡 底和表面都要做好 底和表面都要做好 是的 這樣的樣子 做好之後你可以按緊它 然後我給大家看看這個步驟 做完之後會是甚麼樣子 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但是中間那裡是這樣的 然後兩邊都是一樣的 兩邊都是一樣的做法 我做多一次給大家看 拿著中間那一層 拿著中間那一層 然後兩邊都摺好它 跟回中間的格線回到中間 其實就是將中間那一層這樣移了上來一格 現在是這樣 然後我們將中間這一層就好像平時那種摺法 紙殼那種摺法 中間對中間線這樣摺下去 要留意 這一條線是對白色的底的那個位 這樣摺的 然後就摺好中間的位 慢慢整理它 始終歸回一個正方形的 始終會歸回一個正方形 這邊都是 雙手擺在中間 然後這條線就碰到中間的位 對白色的 類似這樣的形狀 然後開始做三角龍的手的步驟 首先將面這塊揭過去 然後整個中間的位置這樣揭過去 打開這個 然後中間線對中間線 就會做這個 其實有時可能有些人會知道 摺川普花這樣的形狀 這個形狀 然後這個位置我們摺一個 類似紫妖形狀的摺法 最簡單的一種摺上來 然後打開它 這個時候我們這個位置 剛剛摺的那個位置 跟這個角落頭成一條摺線摺上來 這個你會覺得比較容易 因為我們會用剛才的其中一個摺痕 這樣然後把這個摺回來 就把這個摺線摺到後面 看著就明白 好 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然後我們就會把這一塊 歸回這個位置 但是同一時間我們就要把 中間這個位置摺上去 於是三個龍的前腳就幼了 幼了 幼了一塊出來 獨立了一塊 好 這一邊我們都照做一次 說第二次我們摺得快些 好 把這個揺過來 好像揺書一樣揺下來 中間線就對回中間線 然後這個角落頭 這個腳的位置摺上來 打開然後這個角落頭和這個位置連一個直線 按回來就把它反進去裏面 好 然後就把這個跟回對接的位置摺右 就把這一頁帶回來 好 好 然後去到這個位置 去到這個位置 我們先轉去後面 轉去後面 這個頂那裡我們做一個很細的尋接 一個細的尋接 首先把這個三角形摺下去少少 少少就可以了 這個沒有什麼標準位 但是就是少少 少少摺下來 然後我們就把它回復原狀 這個痕就記得摺深一點 摺深一點 因為我們要做一個聲稱 就是把這個大福指打開 然後剛才摺那個摺痕就沉進去 怎麼沉進去呢 其實你按摺那個摺痕 它就可以做得到 這樣 這個鏡頭拿得很好 好 好 好快做好 接下來下來 下來的時候 我們將這一頁摺去中間 這一條線摺去中間 這個時候其實已經有很多層了 因為我們要做三角龍的頭 比較複雜一些 所以這裡我們會有幾層 所以你們要按緊一些紙來做 務求對上正的位置 如果不然它走了位 摺出來的作品就不太好看 好了 兩邊都摺進去 兩邊都摺到中間 摺到中間 有些少少複雜 好了 然後 調轉面 我們就把底的位 跟著斜線摺到中間 這個 記住 跟著斜線摺到中間摺緊它 只是底那層 面那層是影響不到的 中間那一層就會做了東西 摺了 這樣 然後我們轉面 做一個比較複雜的步驟 揭開第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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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手就擺到中間的位 擺到中間的位 然後就把裏面那樣東西 摺出來 對 就成為一個這樣的形狀 這樣 這一邊也是 做多一次 揭開這一頁的時候 手指就擺在下面摺在中間 然後將它的形狀摺出來 然後這一邊 我們就把它跟著線整理它 擺在中間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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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後面暫時做完了 我們做回前面 做回前面 現在我們見到這樣的樣子 這兩個三角形我們就摺起它 角樓頭和角樓頭 看到標準是下低兩個角樓頭摺起它 這樣 然後將它反開 跟著跟著摺線摺進去後面 摺進去中間那一層 現在是這樣的樣子 跟著這兩隻是前腳 我們就把它用一個回軸摺 當然是拿最中間那一層 我們這裡有四層 即是中間那一層 中間那一層 摺上來 就形成它的前腳 摺到甚麼角度 你們要自己憑經驗來判斷 大概這樣 大概這樣 這個是它的前腳 這兩隻腳當然 你要做的話 兩隻腳最好就差不多 這樣的角度 否則差別太大就不靈 然後繼續做 頭部 這個位 這個位置 揭起第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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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它摺過來 大概是這個位置 大概是這個位置 然後再摺一摺 再摺一摺 大概拿到這個位置 大概拿到這個位置 然後就把旁邊那兩邊 配合正方形的斜度 然後 我們要做一件事 就是打開這個最頂的部分 打開最頂的部分 就會有這樣的形狀 我們就好像摺殼那樣 將這兩邊摺到中間 我整理好給大家看看 大概是這樣的形狀 大概是這樣的形狀 有些像摺殼的步驟 簡直就是摺殼那步驟 就是第二層那裏 不是面那層 面那層仍然是這樣 就是第二中間那一層 那個位置 就好像摺殼那樣的形狀 當然 放在桌面那裏 那麼漂亮 對回正中間的線 那就對了 好了 這個差不多就成形了 我們進入最後步驟階段 這個就是三角龍的背脊 背面 正常應該在這邊看過去 我們首先做一件事 就是將這個盾這個位 就這樣摺 這樣摺 角落頭要摺尖 上面這塊就是斜斜地摺上來 然後就回復原狀 回復原狀 然後這一邊都是 類似這樣摺 大家找回那個形狀 這兩邊是一樣的 然後下來 留意現在應該就是這樣的 下面就全部尖了 下面就全部尖了 我們見到這兩隻角都出來了 類似這樣 然後我們就將這塊東西摺上來 摺上來 這個時候 旁邊就可以 把它摺一摺 摺出來的位置 類似這樣 然後我們就把它摺緊 跟著兩邊 跟著自己對摺的位置 跟著我們叫頭部的盾牌 那個位置 大概這樣 兩邊 旁邊摺開的位置 自己摺印 然後我們就開始把它成形 成形就是 將這個 這樣對摺 這樣對摺 這個時候 把紙薄一點 會有好處 對摺的同一個時間 將頭部的盾 也是 對摺 對摺 應該是這樣的形狀 這個位置 注意是這樣的 我們摺上漂亮的位置 摺上漂亮的位置 我們看到三角龍的形狀 差不多出來了 摺上漂亮的位置 然後我們就做那個 重點做那個頭部 首先兩隻角 兩隻角 都是你們剛剛才摺的 兩隻角就摺上來 摺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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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留意到很厚 其實張子現在已經 非常之厚 大家都是開頭的時候摺緊一點 現在就不會那麼難 這樣摺上來 然後我們要做那雙眼 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 就摺面那張出來 面那張出來 然後就跟那個摺痕 就這樣摺一摺 那個形狀大概是這樣 那個形狀大概是這樣 然後把最角落頭的位置 摺一摺 摺一個很細的三角形 摺一個很細的角上去 就做那個眼睛 這一邊也是 再做一次 這個角的面那一層摺出來 然後就跟那個摺痕 跟那個摺痕 放在那個嘴上面 這樣 然後就把這個角落頭 小的小的角落頭 摺上來做那個眼睛 兩邊的眼睛都有了 的時候 我們就把這個角做好 其實這個角怎麼做呢 很簡單 一個 Weber E 我們將它 由中間線那邊摺右 比較厚一些 但是你摺得多 就不會覺得很難 由中間線那邊摺右 自然兩邊就會跟那個痕跡摺好 這樣 兩邊都是 當然我們 好 角落頭 兩隻三角龍 主要的兩隻角 就這樣捏尖了 然後就在手指摺到中間 將它摺一摺 摺一個角度 向著前面 大家都知道 三角龍就是靠這兩個角 和嘴上面那個角 做它的武器 保護自己 這樣 大概這樣 好了 跟著還有 嘴上面都有個角 大家不用擔心 已經做好了 其實 我們 剛才做的時候 我們只要把它拉起來 然後摺好它 調教好角度 這樣就可以了 三個角做好了 三個角做好了 跟著嘴巴 就類似是這樣 將這一塊東西摺上去 摺上去 摺進去底 摺進去底層 摺進去頭部的底層 摺進去 接到哪個位置 其實這一邊近頸那邊摺到近 嘴那邊自然會有個位子子卡住 我們第二邊都一樣這樣做 一樣這樣做 兩邊嘴都是類似的形狀 然後我們就嘗試將口 我們會見到有一塊東西的口這個位置 我們就把它打開 可能用一些筆或者牙籤 扭住這個位置會容易一些 打開它 見到口 口上面 其實這個位置我們都要摺一點下來 因為它那個嘴類似是這樣的 這個位置是一個角質的位置 如果是真正的三角龍的話 就有一個尖嘴 很仔細 這個三角龍 有眼睛 角 頭部的盾牌就已經做好了 我們整理一下 整扁它 好 接著我們做後腳 全頭部做完了 我們做後腳 後腳怎麼做呢 我們見到這裏有個三角形的位置 我們這個三角形自己對接 對接那條線就去到這個位置 去到屁股後面這個位置 一路對接上去 這樣 然後第二隻腳都是這樣做 那條斜線就會在中間那裏相遇 大概是這樣的 如果一前面看的話 就會夾著尾在中間 夾著尾在中間 但是這個 我們要將尾捕起 然後 留心看著 就將這個位置推前 推前 推前到一個適當的位置 因為這個真的沒有什麼標準 所以就去到一個適當的位置 大概這樣 大家自己預料 去到一個適當的位置 就對了 好了 然後看著 我們將這個肚皮的位置 面那一層 面那一層 揭起 那隻腳就擺去前面 然後回復一個圓狀 然後就將這個多餘的部份 就攝好攝出去 這樣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也是 我們將面那一層 跟腳分離 然後腳整理 然後就將底那一層 摺好 摺進去後面 然後後腳這個位置 我們就摺一個角落頭進去 瘦一點 把它弄到 類似這樣的形狀 這邊也是 這邊也是 又是 將這個角落頭摺進去後面一點 瘦一點大腿的位置 然後尾巴 其實跟上次暴龍的尾巴有些類似 首先 捏住這個位置的時候 接著就將它移一移 大家不用擔心很難 因為這裡本身有一條線 有一條線留下了 用那條線貼著後腳來做 塞一格進去 然後就做一個 回復流 再回復流 回上來 這樣塞進去之後 這樣接進去之後 再回復流一次 這次 這次就碰住兩邊角落頭 就做了一個 類似三角龍的尾巴 這樣 好 接著最後就是弄回四隻腳 四隻腳 首先前腳那裡比較麻煩一些 首先我們要 塞進去 因為要兩隻腳都一樣 所以我們兩隻腳都塞進去同樣的長度 那個位置 這樣 然後再把尖尖塞出來 那有一層的 有個關節的 最後就是摺腳板的技巧 那又是屈一屈 然後再上來 屈一屈上來 好了 看著 有點像鶴咀 摺了進去後面 然後再摺上來 是 這樣 其實上次有看梁龍 暴龍 那個系列 大家應該都認識 因為已經做過一次 那我就不說多了 後面的腳都是一樣 後面的腳又肥一點 無所謂 都是一樣 摺到後面 然後又摺上來 好了 好了 其實這個有一點點技巧就是 你做這些腳的時候 只要留意是不是四隻都很平均一樣 不然站的時候就會有些問題 我們就可以把它做成立體一點 立體一點 例如說 將這個臀部這個位置 按一點點 就不用真的整個摺痕 但是將它彎曲一點點 它就很立體一隻三角龍 我們放在桌面上 其實這個算是這麼久以來比較複雜的一個摺紙 但是大家多作嘗試 如果你由第一集開始到現在 都一直有捧場 一直看著來接 這個未必會難得到你的 那麼我們 下次再和再下次 那兩隻恐龍 一個是劍龍 一個是翼手龍 是更加難的 我想應該是從來沒有人會在 一些這樣的節目示範過 那麼難的摺紙 大家繼續加油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 拜拜